你们两个臭腰饭的 打在我吹前面干嘛 小声我装饭你 你骂谁臭腰饭的呢 你个臭腰饭的 你给我等着 我吃你的我 你怎么打人呢 我打你怎么了 老娘我有的事情 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看看你们俩的打吧 一个哑巴 一个傻子 农村出来的吧 农村出来的怎么了 你有钱了不起吗 有钱你就可以打人吗 我有钱就是了不起 怎么样啊 诶 这不是郭总吗 诶 你还敢动我 我去你的我 姑娘 你没事吧 郭总 你这是干什么呢 苏总 这荒山岩岭的 你来这干嘛呀 郭总 我是来这儿 穿下厂房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这是在干什么 解释个屁 我刚刚车开得好好的 这俩憨货 送一下就穿在路中间了 要不是我一脚刹车 咋把他们抓出二里地了 停 郭总 刚才的那一幕 我都穿到了 路中间那么大的树枝 人家两位姑娘 好心帮你搬产 你不仅不感谢人家 你还出手打人家 你有良心吗你 即使是这样 你又能怎样 苏总 你可是别忘了 咱俩是合作伙伴 你在教我做事吗 合作伙伴又怎样 我告诉你 今天你必须给这两位姑娘道歉 道歉 你想得到挺美 你 你什么你呀 怎么 不服气呀 动我一下试试 你动我一下试试 啊 苏总 你竟然为了个臭药犯的打我 你完了 你完了 苏总 你跟这两个臭药犯的又不认识 你为了他这么做 值吗 值不值 我告诉你 我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一定会管 而且我相信 别人看到这样的事情 也不会袖手旁观 好 咱们取消合作 好 取消合作是吧 就你这样的人品 我也不需要和你合作 别因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对别人 腰五合六的 社会上 正是因为你这种人 才闹得鸡犬不宁 你别再让我看到下一次 不然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别别别苏总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是吧 那你还不赶紧给姑娘道歉 姑娘 对不起啊 没事 就是你以后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哎 好嘞 小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姐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才害得你取消了合作 没事的 小姑娘 她这种人品 我也不需要跟她合作 人在做 天在餐 忠道自在人心 这个忠道 我还给你 小姑娘 没事 我就先走了 从黑夜到黎明 不管有多难 做着只会让我 变得构加坚强 哎 美女 等一下 怎么了 您这几棵白菜 我忘记算钱了 麻烦您一起给我结一下吧 我们刚刚 不是给你结过账了吗 怎么 你想讹人呀你 实在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看见 给你扫算了 麻烦您给我结一下吧 不是我说你 你的错 凭什么我们买单 你要这么说的话 今天这菜呀 我还不要了 美女 你可别给我摔坏了 我做点菜不容易 都是我自己种的 我忙活好几个月呢 大姐 你别着急 这个钱我来付 苏总 这算错钱 就是她的错 凭什么 让咱们来买单 这钱 不能给她 她也是无心的 小本买卖不容易 咱们就给她吧 苏总 这钱不能给她 她穷是她的事情 你要敢把这个钱给她 咱俩就绝交 老板 您不要吵了 要不这样吧 这点菜 我就送给你们了 找这样不就行了 磨磨叽叽的 一点格局都没有 像这样的 一辈子 只不卖个菜 苏总 你帮我拿一下 我去个卫生间 喂 闺女 妈妈很快就回去了 妈妈今天 卖了很多的菜 你要好好地听医生的话 不许淘气 妈妈回去给你带你最爱吃的糖葫芦 哎呀 好好 大姐 你给我把这些菜都装起来吧 哎好好 给 就给上十块吧 来 给你 哎呀 这个钱太大了 有没有零的 我找不开 美女 你就拿着吧 不用找了 当张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 她是我带过来的 你要是不拿这个钱 我都不好意思在这条路上走了 你就拿着吧 那就谢谢老板了 不过你明天再过来 我给你再拿一些新鲜的蔬菜 好 小叔啊 你怎么不等等我呀 你怎么了呀 刚刚多亏了我 省了那么多钱 还拿了这么多菜 你不但不感谢我 你还对我甩脸子 我中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自己逛吧 哎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了 就因为刚刚那点小事 你就值得跟我生气吗 生气也不至于 但是就因为 刚刚那点小事 让我看清了你的为人 就因为刚刚那点小事 你至于吗 细节看人品 刚刚那点小事 你都吝啬你的善良 与谅解 难道遇到大事 你就不会计较吗 不会的 像你这种人 就算给你全世界 你也不会满足的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这些道理 连小孩子都懂 而你呢 你是不会懂的 待人间酸特果 像你这种人 我是不会和你相处的 像你这种人品 也就值自己喝白菜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